好,那我们这边就是要来示范一个switch还有lauter的使用 那首先我们打开模拟器以后就会停在this status 那接下来我们就点选三个host 然后再点选四个switch 那接下来就将它们做连线 4到5,5到7,4到6,6到7,7到2,7到3 这样就完成一个有loop的switch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切到e status 那要进行存档 假设我们就存成loopswitch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先来设定模拟的时间 假设我们只要模拟30秒 就这边deford已经是30秒 那我们就输入30 然后再来的话这边IP是1.0.1.2 那我们就从node1打一个pin到node2 1.0.1.1.2 ok 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执行模拟 刚忘记看了就是在node我们点进去看switch的话那这边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repeat spanning tree 然后一个是spanning tree 那假设我们选择repeat spanning tree的话 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copy to other nodes 然后select all 然后按ok 那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个repeat spanning tree的设定copy到其他的node 假设说我们点选4就看到它也是repeat spanning tree 那它里面就会有一些这个是那个protocol里面的default的设定 好那我们就可以切过来直接执行模拟 那就start simulation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样可以到那个stain simulation server这个视窗来观察 它模拟的情形 那这边就是可以冲多快就冲多快 所以30秒的模拟一下就结束了 那我们可以拉回来看一下 它大概是在 这里5秒钟之后然后traffic就打起来 所以我们在private mode的地方是打ping 所以我们选的slow list 好所以大概在5秒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选4.9秒加是这里 那看一下它的状况 好那那个traffic就打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走14572这样子 那就完成了那个loop switch的这个torp 那接下来我们再new一个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lauter的状况 那一样是设定三个host 然后点4个lauter 然后一样做连线 4到5 4到6 6到7 5到7 然后7到2和7到3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的位置 好的那我们就切到第二个status 那假设我们就叫做loop route 那一样的话我们就打个pin 那要先设定模拟时间好 好假设我们 设定模拟时间加设到 要是30秒 或是设100秒就可以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是1.0.2.2 然后我们就pin 1.1.0.2.2 然后再来就是lauter 随便点选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default的就是 view routing table 或者是我们可以执行跨卡然后停第一门 那假设它有三个选择就是OSPF IP 或BGP 那假设我们这边选择OSPF 或者是IP 加选OSPF 然后 然后一样就是要copy到其他的node 然后按ok 那这样就可以完成设定 就可以到其他node检查一下 那如果像这个link如果要设断线的话就可以在这里加 譬如说我60秒到 80秒要设断线的话就可以在这边 输入 那这边是一样的 那意思就是说这是lauter4到lauter5 lauter5到lauter4 那我们 这边目前 先不做 那就可以进来直接执行模拟 到gmo 这样子 那就 start simulation 那一样可以 到 Atena simulation server 这边来做一下观察 好吗 现在我们就会让它们在那里面 有点连读吗 对 其实是一个颜色的颜色 对 对 是 OK啦 模拟启动 然后也执行完结束了 那我们可以拉上来看一下 它大概是在51秒的时候 Traffic打通了 那我们一样可以到这边做观察 那我们就可以设置50秒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 我们不小心按到了 要射到最慢的地方 再一次 这里就很明显 那这个Switch and Lauter介绍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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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